大家好,欢迎到Sys Mandarin来 今天我们会学一段名言家句 名言家句 名言就是有名的话 家句就是非常好的句子 我们今天会学一段名言家句 这段名言家句是林语堂说的 林语堂 林语堂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人生不过如此 且行且珍惜 人生不过如此 且行且珍惜 好,人生 人生就是人的生活 人生不过如此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不过 不过在这里 不过是only的意思 不过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不过 他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 他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 好,就是开一个玩笑 这个一可以不说 开个玩笑 他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 就是他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人生不过如此 好,不过就是止的意思 如此 如,如就是像 此,在这里就是这 这样,像这样 人生不过像这样 人生不过如此 且行且珍惜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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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有两个且 且行且珍惜 这个且在这里呢 就是一边 一边的意思 一边行 行就是走 走路 行走 一边走路 一边且珍惜 好,我们来看一下珍惜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珍惜 珍惜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 要珍惜时间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 要珍惜时间 好,珍惜 我们用珍惜 可以说珍惜时间 珍惜生命 人生不过如此 且行且珍惜 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 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 好,那我们看一下 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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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主就是主要 角就是角色 或者角色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主角 主角 他是这个电视剧的主角 他是这个电视剧的主角 好,主角就是主要角色 或者主要演员 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 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 充当着配角 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 充当着配角 好,不要 不要就是别 不要 别 总就是总是 永远 好,不要总是在别人的戏剧里 戏剧 在这里也可以说是生活里 在别人的戏剧里 充当着配角 好,我们来看一下 充当 充当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他每个周末 都会去充当志愿者 为他人服务 他每个周末 都会去充当志愿者 为他人服务 好,他每个周末 周末就是星期六星期天 都会去充当志愿者 好,我们会说充当什么 充当谁 他充当志愿者 A充当B 好,为他人服务 好,这个为就是给的意思 给他人服务 他人就是别人 为他人服务 好,那这个充当 就是当的意思 好,充当 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 充当着配角 好,我们刚才说了充当 就是当的意思 好,充当着配角 好,配角 配角就是小的角色 不是主角 好,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 充当着配角 好,那现在 我们来复习一下生词 不过 不过 珍惜 珍惜 人生不过如此 且行且珍惜 人生不过如此 且行且珍惜 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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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己要做自己人生的主角 我们自己要做自己人生的主角 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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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角 配角 不要总是充当别人生活中的配角 不要 不要总是充当别人生活中的配角 好,那现在 我们来做一下生词练习 好,第一个 我只是想问问 我只是想问问 好,这个只是 只是 我用中文 可以怎么说 我想问问而已 对了 我可以说 不过 我不过想问问而已 或者我也可以说 我不过想问问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练习 他们是多年的好友 就是很多年的好友 我可以就说 一个字 多 多年 就是很多年 好,他们是多年的好友 他们很 这份友谊 好,友谊 什么 这份友谊 对了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 珍惜 他们是多年的好友 他们很珍惜 这份友谊 这份友谊 我们会用 份来说 友谊 这份友谊 好,那我们现在来做第三个练习 他 他在这部电影里 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他在这部电影里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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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个老师生病了 所以今天他是代课老师 因为一个老师生病了 所以今天他是代课老师 好,这个代课老师就是代替别人来上课的老师 就是代课老师 这个是我们在这里用中文还可以怎么说 对了 就是充当 充当就是当或者是 因为一个老师生病了 所以今天他充当代课老师 好,那我们的练习就做到这里 希望你都做对了 也都懂了这些生词的用法 如果没有做对的话 如果没有做对的话 你可以再练习一下这些生词 好,最后我会读一遍 没有拼音 林语堂的名言佳句 人生不过如此 且行且珍惜 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 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 充当着配角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林语堂的这段名言佳句 这个视频的PDF和MP3 你可以在Sys Mandarin YouTube频道的 PDFs和MP3s的课程中找到 PDF里既有简体字 也有繁体字 视频的PDF和MP3 会帮你更好的学习 视频中的内容 请访问Sys Mandarin.com 并点击课程 以获取更多的信息 你还可以访问Sys Mandarin.com 免费下载 在我的课程 1000个中文高频词中的 前10个高频词的PDF 并加入我们的email list 以获取任何信息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 对你有帮助 请点赞 并与其他可能需要的人 分享这个视频 非常感谢 我们下次见